谢谢,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,你们多少人在1968年到1986年之间读高中的?如果你在那段时间读高中,请举手看看,只有几个人举手。那么,你们的父母呢?有多少人的父母在那段时间读高中的? 我看到有些人在算年份,想着我爸爸在哪一年出生的呢?是1960年还是1860年?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在1968年到1986年之间读高中的话,我很可能就是你们的高中英语老师。从1968年到1986年,我在伊利诺州春田市的一所高中做英语老师。 开始教书的时候,我才22岁,刚刚拿到英语专业学士学位。我教书的第一年赚到了6400美元,我记得很清楚,那时候的年薪是6400美元。 18年之后,我辞职了,当时我拥有博士学位,已经40岁,年薪只有22000美元。现在,我写作出书,有时候一个星期的收入都比那个时候一年赚的还多。 我辞职了教学职务,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,拥有更多的东西。我辞职是为了拥有我自己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意。 作为一名教师,我想在座也有一些人是老师。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我,我应该去哪间学校任教。 学校校长告诉我,我应该教哪一门课程。他说,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所以,在1986年,我挡好包袱,离开了学校,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坦帕。 我没有工作,没有人脉,学校给我的退休金是2万美元。我想,如果情况真的那么糟糕的话,我也可以靠这笔钱生活两年。 我尝试各种各样的机会,大概试了6种工作。这张照片是39岁的时候拍的,作为自我推荐的照片。 我把照片和我的自荐信一起发到别人手里。我妈妈很喜欢这张照片,她觉得非常的帅气,可是那也没什么用。 我尝试申请6份工作,其中4份工作,别人没给我机会。得到的两份也相继帮我炒鱿鱼了。 最糟糕的是,我不是下岗,而是被炒鱿鱼。更加糟糕的是,我活该被炒鱿鱼,因为我做不好那些工作。 可是我坚持抓住我的梦想,紧紧抓住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意。 后来,我终于做成了两件事情。第一是房地产,第二是写作。 在过去20年里,我自己写作,以及和别人合作了大约20本书,总共销售了大概500万册。 也许你也看过其中一两本,例如《家里的黄金》。 谢谢,谢谢。 还有一本叫做《完美的大萧条》,是我在几年前写的。 还有我最新的书,《任何在别人倒下的时候,你反弹起来》。 非常不错,谢谢。 两个星期以前,我和史蒂夫和杜尔耶格打电话。 电话的目的是,讨论我的演讲将要谈到什么内容。 我说,你们希望我谈论哪一本书,是最新的书,如何在别人倒下的时候,你反弹起来。 《完美的大萧条》,还是《家里的黄金》。 他们说,三本都要讲。 所以,我的第一个想法,这就好像是要我们在15分钟之内就走完罗浮宫那样。 但是,我决定看看,我所有作品的共同主题,同时也是我这一生的共同线索,那就是通过自由创业来获得财务自由,去拥有你自己的人生,拥有你自己的生意。 今天,我要谈到三个自由法则。 我还是一个兼职教师,所以我希望你们写下来这三个自由法则。 我向你们保证,即使你只能记住其中一个法则,你把它应用到自己每一天的生活中,我保证你的人生将会拥有更多的自由。 第一个自由法则,不要把通向自己成功的钥匙放在别人的口袋里。 这就是自由法则第一条。 不要把通向自己成功的钥匙放在别人的口袋里。 要知道,我们国家是建基于这样一个理念上的,那就是给普罗大众提供充分的机会,而不是把机会只留给上流阶层。 上流阶层一直以来都是一些皇家贵族,几百年以来他们已经建立世代传习的结构。 迪斯尼乐园的创办人沃特·迪斯尼说, 梦想这个词不是由美国创造的,但是美国是第一个国家,让普罗大众拥有梦想的机会。 我们过去所说的美国之梦想现在正在变成世界之梦,对不对? 这是由于自由创业的缘故。 我现在想讲一点关于美国移民的故事。 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初,每天都有3000移民坐船到达纽约市,每天都有3000人。 这个期间,到达美国的移民多达2000万人,大部分来自欧洲。 他们来到纽约,再去其他地区。 这些移民信仰不同的宗教,来自不同的背景。 他们来美国都只有一个目的,自由。 他们来美国不是为了得到政府的福利。 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一点,他们来美国是为了得到自由的机会。 现在,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悲惨事实是,早期来到美国的一些移民,他们得到的只是被压迫的机会。 比如非洲裔美国人,还有美国当地的印第安人。 但是,让所有美国人获得自由的途径,无论什么时候,无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,都是自由创业。 几年前,我在肯萨斯市参观了黑人棒球联赛博物馆。 要知道,在1947年以前,黑人是不被允许参加全国棒球大联赛的。 那他们怎么做呢? 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棒球联赛。 这就是自由创业的魅力。 如果别人对你说,我不会骗用你,你说,没关系,我雇佣我自己,我创立自己的生意。 这就是自由创业的意思。 我想讲一讲,我最近读完的一本书,叫做《兰花街97号》。 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小书,讲的是纽约市一处廉价公寓楼发生的故事。 这座廉价公寓建于1865年,有五个移民家庭住在这座公寓楼里。 这本书的封面是两个移民的孩子坐在廉价公寓门前的凳子上。 这一间房子后来变成了移民博物馆。 如果你去纽约市,我强烈推荐你去参观这个移民博物馆。 这套公寓有三个房间,是这一带众多廉价公寓里很普通的一间。 因为有很多人移民来到美国,所以当时人们就修建了很多这种类型的廉价公寓。 这五个移民家庭住在这套公寓里,他们充分利用了每一寸的空间,一共只有三个房间,还有一个客厅,一个厨房。 室内没有自来水,没有下水道。 所以如果你要给一个五口之家或者七口之家做饭,女人要从一楼把水踢到五楼才能做饭。 他们煮饭用的锅也是他们用来洗衣服的盆。 这些人刚刚来到美国的生活真的非常非常艰苦,但是他们终于来到美国,他们在美国过的日子还是要比以前要好得多。 他们靠做什么来维生呢? 他们从事各行各业。 有些人做裁缝,有些人做面包,有些人酿酒,但是人数最多的职业是手推车小贩。 你可以去租来一辆手推车,每天的租金十美分。 早上,你四点钟起床,然后去出租手推车的地方,挑选一辆车,然后去到批发商或者供应商那里批发一些日用品,然后推着车上街叫卖。 曾经有一段时间,单单在曼哈顿地区就有四千个手推车小贩。 但是你要知道,他们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来养家糊口。 这些手推车小贩后来发展为很多种不同的生意。 比萨比一开始也是从手推车做起的。 很多后来的餐厅、蛋糕店、药店、百货店都是从手推车做起的。 所有这些生意一开始都是靠手推车小贩来赚钱养家糊口的。 他们卖什么呢? 他们看到了市场上有某个明显的需求,然后去满足这个需求。 要自由创业,你并不需要是一个天才。 你只需要看到一些明显的需求,然后去满足这个需求。 现在,我们把那些东西称为家居必需品。 他们销售食物、零食、饮料、锅碗、瓢盆、衣衫、鞋袜、油盐酱醋、常用药品等等这些东西。 一百年之后,家居必需品还有着巨大的需求,对吧? 每个家庭还是需要健康的食物,牛奶、零食、清洁用品、饮料、化妆品。 世界在不断的变化中,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。 这就是家里的黄金艺术的基本主题。 要得到财务自由,你不必成为拥有上亿资产的投资者,也不用成为天才发明家。 你只需要会说话,然后和人们分享,对吗? 你只需要找到人们的需求,然后去满足他们的需求。 有一句非常有趣的,只要多看,就可以看到很多。 看看你的家,家里的黄金正等待着你去挖掘。 要知道,现在因为金融危机,有很多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房子, 但是他们总是要住在某个地方的,他们总是要生活的,对吧? 所以家里的黄金这个概念是很简单,很有威力的。 人们每个月平均花400到800美元,购买家庭日用品, 他们总得从某个人手上购买,那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呢? 在家里的黄金这个概念中,你不必去沃尔玛购买日用品, 让沃尔顿家族更有钱。 相信我吧,沃尔顿家族已经非常有钱了。 你可以做一个没有围墙的沃尔玛,让你自己的家庭更加富有。 这也是零售资产的基础。 正如一座房子是资产一样,你的家庭也拥有着资产。 我认为在未来几年里,普通家庭的结构将会彻底改变。 也就是说,他们在房贷上面所欠的债务,比他们拥有的钱更多。 美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将会发生这样的改变。 可是要知道,无论他们的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,都需要消费日用品。 所以你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完美的位置上, 因为每个家庭都需要购买日用必需品。 当你把这两样基本的东西结合起来, 也就是把家居必需品和商机结合起来, 你就得到了我所称为的超级营销。 在书里,我对超级营销的定义是, 人们通过帮助别人来帮助自己的营销活动, 他们通过助人来实现自助。 超级营销的另一个说法是网络营销。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,你就会知道, 其实这只是一个世纪以前手推车小贩的一个比较高端的形式。 但你不必推着手推车在大街小巷上四处叫卖。 在这个生意里,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词语输进电脑里。 在这个生意里,你不但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推车, 而且你可以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范围内拥有几百几千步的手推车。 每一步手推车都能给你带来一定百分比的佣金, 这就是你手里拥有的机会。 你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电脑的键盘而已。 现在我想花上几分钟的时间讲一讲我的另一本书《完美的大萧条》。 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应该在去年夏天就结束了, 我把它称为完美的大萧条, 因为这是一次完美的经济大风暴。 有十几种因素同时产生作用, 从而导致这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经济衰退。 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。 我们都知道, 这主要是由于太多的债务, 太少的储蓄而产生的。 一部分的责任在于企业, 一部分的责任在于个人, 借贷的门槛过低等等。 但是比起经济大萧条, 我更加关注的是,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重新布局。 我真心相信, 我们的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, 并非来自恐怖主义, 也不是外包。 我们的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, 是全国范围内不断退化的思维模式。 为什么我刚才谈到那本关于移民的书呢? 我要说的意思是,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, 美国从一个充满企业家精神的国家, 变成了一个索取权益的国家, 从一个创造者的国家, 变成了一个索取者的国家。 以前我们国家充满着追求自由的人, 现在变成了到处是追求免费午餐的人。 我们从一个奋斗者的国家, 变成了一个抱怨者的国家。 我甚至可以说, 现在我们正处于第二次内战之中, 从根本上来说, 这是一场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文化之战。 战争的一方是企业家精神, 也是在座各位秉承的精神, 而战争的另一方, 就是索取权益, 追求免费午餐的索取者心态。 所以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重大抉择。 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, 我们可以采取行动, 选择让美国继续发扬他的奋斗, 冒险的企业家精神, 或者选择让他成为欧洲那样, 成为高福利, 自满保守的国家。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基本抉择。 在欧洲, 要创业非常艰难, 失业率相当高, 税率也很高, 官僚主义严重, 只有一部分是创造者, 大部分人都是享受者。 以英国为例, 33%的公民都接受某种形式的政府援助, 在法国, 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5%。 为什么失业率那么高呢? 因为一旦聘用, 要辞退就非常艰难, 所以企业干脆就不聘请人员。 我们都知道, 希腊现在正在发生破产危机, 希腊政府公务员的工资, 是私营企业雇员工资的三倍, 他们可以在50岁的时候就退休。 如果只有私营企业在生产创造, 而国家机关只是在享受, 而且他们拿走的财富, 比创造者创造的所有财富都要多, 整个国家都会崩溃,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。 你们有些人可能认得出来这幅照片, 它是关于一群查党抗议人士, 查党是由公民个人成立的, 他们希望减少国债, 减少政府干预, 减少官僚主义。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, 要经过几道手续才能更换一个电灯泡呢? 两道, 一个撰写情况报告, 获得了批准以后才能更换洗手间的电灯泡, 你们交的税就是花在这些地方的。 查党运动是一场战役的开始, 这是依靠自己的独立创业, 与依靠政府的索取权益之间的博弈。 查党运动针对的是政客, 而不是普通公民。 查党人士要求政府缩减支出, 要求政府降低税率, 要求减少别人的享受和待遇, 但不能减少我自己的享受待遇。 查党运动是一种草根运动, 从一开始, 它就致力于对抗日益膨胀的享受者思维。 可是你们知道吗? 你们也是在参与到另一种的运动中。 如果说查党运动是草根运动, 那么你们参与的运动就是一种刺草根运动。 如果说是愤怒的公民创造了查党运动, 那么你们这些独立生意人就创造了我所说的自由运动。 你们这些独立生意人都是这场自由运动的组成部分, 通过自由创业而得到财务自由, 离开老板的束缚, 自己拥有自己的生命, 自己决定自己的时间表。 你们都听到过这个说法, 那就是城市操之在我。 你们在打这一场自由创业带来财务自由的战役, 在每个家庭或者在客厅或者在餐桌边一对一眼睛对着眼睛。 与查党运动不同, 查党运动做的事情是抗议, 而你们做的事情是说服。 你们说服人们去选择自由创业, 而不是选择索取权益和享受。 你们说服人们通过建立自己的生意来掌控自己的人生。 我知道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加入你们的运动。 甘地是印度的国父, 带领印度走向自由。 他说任何运动都会遇到四个阶段, 首先人们忽视你, 然后他们嘲笑你, 然后他们攻击你, 最后你赢得胜利。 这就是所有运动的四个阶段。 独立生意人已经在这场战斗中奋斗了50年, 你们已经走过前面三个阶段, 现在你们正走进第四个阶段, 现在是你们赢得胜利的阶段了。 好了, 我们已经讲完了第一条自由法则, 现在让我们说说第二条。 自由法则第二条, 如果你要跳伞, 你不需要降落伞, 如果你想第二次跳伞, 你才需要降落伞。 这是很重要的法则, 我们有两种降落伞, 你有政府降落伞, 那就是福利和政府降落伞, 也就是依靠自己建立自己的生意, 至少把收入的20%存起来。 我告诉那些, 有着两份收入的年轻夫妇, 用其中一份收入来过日子, 把另一份存起来, 以便以后有机会投资, 购买能够升值的资产, 例如房地产, 而不是会贬值的债务。 我从报纸上看到, 将近30%的美国人, 银行的存款只有500美元, 甚至更少, 这几乎是我们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。 如果你的储蓄只有那么一点点, 那么你就是在用纸巾做你的降落伞, 一点保险系数都谈不上, 当你落地的时候, 你肯定摔得浑身是伤。 陷入这种困境的人会怎么做呢? 他们转而依靠政府的降落伞, 事实正是如此。 这里有一个政府降落伞的例子, 古巴这个国家, 距离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只有90英里, 古巴人已经在政府降落伞下面生活了50年, 效果如何呢? 卡斯特罗兄弟刚刚宣布, 他们会让10%的政府公务员下岗, 人数达到50万人。 你知道, 政府让这些下岗人员去做什么吗? 政府说, 你们去外面建立自己的生意吧。 50年之后, 卡斯特罗说, 你们知道吗? 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行不通了, 政府降落伞不管用了, 出去建立自己的生意吧。 古巴正在走向自由企家模式, 非常不错, 我完全支持。 但是,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, 美国反而正在走向享受和救助模式。 我们把20%的联邦政府预算花在了国防上面, 我对此完全没有意见, 这些钱花得很值, 然后, 我们把60%的预算花在社会保险, 医疗保险, 社会福利, 政府补助, 政府退休金和政府债务之上, 这已经是80%的预算了。 剩下的那些钱, 我们该怎么削减呢? 我在《满美的大萧条》这本书里写道, 享受和救助已经成为人们的期望, 这就非常危险了。 如果你把好处给了别人, 然后你想把它收回来, 人们就会变得非常愤怒。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里,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, 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振企家精神, 这比在历史任何时候都更重要。 在上一次的经济大萧条中, 美国的民众、银行、企业并没有自己的个人降落伞保驾护航, 要知道我们任何人也承受不了再一次发生这样事情的后果, 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自由法则第三条。 自由法则第三条是, 如果你想居住在城堡里, 你就必须游过护城河。 如果你想居住在城堡里, 你必须游过护城河。 任何事情都有着价钱, 如果你选择起家精神, 而不是享受福利, 我已经这样选择了, 我想你们也会这样选择的。 如果你选择自由创业, 而不是吃免费午餐, 那么你就必须付出努力工作, 你必须游过护城河。 2006年的时候, 我把我买的房地产全部卖掉了。 最近, 我开始购买新的地产。 上个星期, 我的租客给我打了三个电话, 一个电话说我的地板漏水, 第二个电话说微波炉坏了。 还有个租客埋怨说, 我的电冰箱的风扇噪音太大了, 那是厨房里的电冰箱, 我并不想在大半夜爬起来去解决这个问题, 于是我就说, 你把厨房门关上不就行了吗? 这算是什么问题呢? 他说厨房没有门呢? 我说, 好吧好吧, 我尽快来修吧。 这些都是非常让人讨厌的琐事, 这些就是我要游过的护城河。 作为房东, 这些事情很烦人, 需要花时间处理。 但是我得到的回报是, 每个月得到不受通胀影响的稳定收入, 这份收入帮助我建造了自己的城堡。 这是我的新书封面, 这是一个帮助其他人游过人生的护城河。 这本书告诉你如何从逆境中重新反弹, 如何把失败变成胜利。 最后, 我想给你们讲一个非常私人的故事, 一个关于在挫折中重新站起来, 关于如何游过护城河的故事。 但是归根到底, 这是关于自由, 以及人们为了得到自由而必须付出代价的故事。 我口袋里有一样东西, 代表着我要讲的故事, 这是一盒录音带。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毫无价值, 但是对于我来说, 这是我这一辈子最有价值的两三样东西之一, 它是无价值宝。 这是一盒35年前录制的录音带。 我牢牢记住了这盒录音带的第一句话, 第一句说的是, 我叫做爱尼普莱斯, 我是一个酗酒者。 爱尼普莱斯是我的父亲, 1974年, 他在伊利诺州的一个匿名酗酒者协会的聚会上, 录制了这段录音。 那个地方, 距离我成长的地方只有15英里。 在我讲这个故事之前, 我想告诉你们, 这是一个关于胜利的故事, 不是失败的故事。 所以请大家耐心一点。 我父亲的家里有七个孩子, 他有六个姐妹, 他是唯一的男孩, 他非常敏感, 内心温柔, 外表英俊, 他是一个非常惹人喜欢的人。 他在非常穷困的煤矿工人家庭长大, 生活在印第安那州最贫穷的地区, 经历过经济大萧条。 在28岁之前, 他从来没有做过全职工作。 28岁的时候, 他当兵了, 所以对于我父亲来说, 稳定的工作高于一切。 在他看来, 如果你有一份工作, 即使你痛恨他, 你还是要继续做的。 作为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, 大家都认为他不应该很敏感, 而应该很强悍才对。 所以, 为了缓解痛苦, 我父亲开始喝酒。 我记得有一次, 和他一起去参加匿名酗酒者协会的聚会。 我坐在他旁边, 轮到他讲话时, 他说, 我喝酒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醉酒, 我喝酒因为我讨厌让自己清醒。 我父亲从来都不是行为不端的人, 他从来不去酒吧喝酒, 从来不会喝了酒, 然后到处闹事, 他对家庭很负责任。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, 他开始喝酒, 后来越喝越凶。 他开始喝威士忌, 他开始不去上班, 他不但晚上喝酒, 甚至早上就开始喝酒了。 60岁的时候, 他因为酗酒而进了医院, 出院之后, 他重新开始喝酒。 有一天, 他喝得醉醺醺的去打高尔夫球, 那里有一个教练是他的好朋友, 名字叫做迪克。 告诉他回家, 戒酒之后才能来打球。 很多年之后, 迪克告诉我, 他对我父亲的强硬态度, 挽救了我父亲的生命。 在这件事以后, 父亲的另一个朋友杰克, 想帮助父亲戒酒, 把他送到另一个, 匿名酗酒者协会的聚会。 很多年以后, 杰克也告诉我, 他对父亲酗酒的干预, 挽救了父亲的生命。 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些, 是希望你们从中有所感悟。 我对我父亲的这些朋友充满了敬意, 非常感谢他们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。 他们把我父亲带去了匿名酗酒者协会, 我很感激他们, 但是他们并没有拯救我父亲的生命。 他们所做的一切, 只是给我父亲提供了一个机会, 让他拯救他自己的生命。 明白吧, 这是毫无疑问的。 我父亲必须自己去做这些事情。 他勇敢地面对了挑战, 从1969年开始, 他开始坚持参加匿名酗酒者协会的聚会, 每个星期去五个晚上, 坚持了22年。 在他人生的最后22年里, 他低久不战。 谢谢。 我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, 我父亲必须自己游过那道普遍发生命的城堡, 每年365天, 每天都如此, 坚持了22年, 这需要自律, 这需要承诺, 更加需要勇气。 我父亲最终获得了他的终极自由, 他自己的终极自由, 那就是摆脱酗酒的控制, 摆脱让他喝酒的魔鬼, 这就是匿名酗酒者协会给他带来的帮助。 匿名酗酒者协会是他重获清醒的工具, 是一种文化, 是一个社团, 一项使命, 但是需要我父亲自己付出努力, 才能发挥作用。 他每天开车半个小时去参加聚会, 结束之后再开车半个小时回家, 这样坚持了22年。 你们知道, 我父亲对摆脱酗酒重获自由的热爱, 比对酒精带来的醉生欲死的感觉更多, 所以他为了获得自由, 坚持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。 我还想再讲一个关于我父亲的小故事, 他的内心其实很温柔, 每年的父亲节和他的生日, 我都会送他生日课卡, 我总是写上一些话, 自己的话语, 说起这些事情真是不容易。 我鼓励大家也为你们的父母做同样的事情, 大家应该都有父母, 我总是对我女儿这样说, 我什么礼物都不要, 你写一张卡片给我就好了, 我只想要你自己的话语。 我给我父亲写了生日卡片, 有一次我妈妈告诉我, 说爸爸坐在椅子上一遍又一遍地读我的卡片, 有时候还会流泪, 这就是我父亲内心温柔的一面, 但是我最佩服他的, 是他的勇气。 最后我想说的是, 自由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? 你们每个人对自由都有自己的定义, 对于我父亲来说, 自由就是摆脱酗酒的控制, 对于我来说, 自由就是我可以选择去做自己喜欢的项目, 我现在是自雇作家, 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写什么书, 如果他们告诉我我应该写什么书, 而我不想写的话, 我就说你来写这本书吧, 我想写另一本书, 这就是自由的魅力。 我选择自己想买的物业, 我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, 上个周末, 我星期五去打高尔夫球, 星期六工作, 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时间表, 而不是别人让我这么做的, 这就是我对自由的理解。 对你来说, 也许自由意味着, 你能够在家里亲自教孩子读书, 而不想把孩子送去普通的学校, 也许有人想要这样的自由。 对于一些人, 也许自由意味着摆脱长时间的上班和下班, 你们想不想摆脱长时间的天天如此的上班下班呢? 还有一些人, 自由也许意味着能够自己选择生意伙伴, 自己选择和谁一起工作, 而不是由其他人为你安排合作者。 关键是, 你选择自己的自由, 然后你自己决定, 你如何或者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, 才能得到你想要的自由。 最后我想告诉你这些话语, 当时我父亲已经七十几岁了, 我自己尝试了几个生意机会都失败了, 然后我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, 我和我父亲谈, 我问他, 爸爸, 你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份工作吗? 但是我也想尝试其他事情, 有一个人, 他想让我帮他写一本书, 要记得对于我父亲来说, 稳定的工作高于一切, 他是在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长大的, 对于他来说, 稳定的工作就是一支会生蛋的金额, 可是我记得当时75岁的父亲对我说, 史蒂夫, 大萧条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益处, 我这一生似乎没有一刻心里平安过, 总是担心这个, 担心那个, 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了, 所以如果你想自己创业, 就全力以赴吧, 谢谢, 因为我父亲的那番话, 我才有了今天的一切, 我父亲不仅仅是一个自由的人, 他也是一个明智的人, 我建议你们也听从我父亲给我的建议, 那就是对你自己的事业全情投入吧, 付出时间, 努力工作, 战胜困难, 跨越障碍, 游过霍尘河, 然后你就能坐在你的城堡上, 回望一路的风光, 谢谢大家, 谢谢, I appreciate it, thank you, ,